那么根据我们刚刚的学习 你就会发现 我们写程式事实上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不管你是一次从头写到尾 还是你分段写再把它组合起来 还是我用分工合作的方法 我把它做了简单的系统拆解 然后A组 B组 C组 D组 这样子最后再做组合 都是很好的方法 所以基本上能解决问题的都是好做法 那有的做法简单暴力又快速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模组化的做法 不但容易维护也方便团队合作 那有的做法看不懂 具有保密性 各位知道吗 那个有的程式设计师 他不想让他的程式被人家复制 所以他会在程式里面安插很多奇怪的东西 就像那个密码一样需要解密 或者是透过一些数学计算 把它该送出去的一些数值 做了一些数学的加密计算 那有的做法会因为个人的创作风格 他会把它弄得像艺术品一样 那其实看你的需求是什么 那软体硬体有没有什么限制 比如说我们刚刚如果是用QBlock直接输出的 那他就是要被QBlock所限制 那我们上次知道QBlock的限制就是 他跟你的QNOT沟通的时间一秒钟最多30次 对吧 所以你这个速度 你这个播音的速度 有没有办法超过一秒钟30个音 事实上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要透过QBlock 你把它直接烧录进去了 烧录进去之后是给电就可以直接跑程式 对不对 就不需要QBlock 那你的声音的速度可不可以就超越这个限制 可以的 可以的 所以有时候你的设备不一样了 你的设备你的软体硬体变好了 有时候那个技术就会不一样 所以你的程式是写法是哪一种 就看你当时的需求 如果你的硬体很烂 那你可能就要用软体的想办法去克服它 如果你的硬体很好 那可能你写程式也不用太计较 你用很慢的写法 用很快的写法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那么请各位同学 试试看 有没有办法可以同时发出两个声音 就是和选 我们一般 刚刚我们都是单音 一次弹一个音 对不对 那如果想要同时发出两个声音 我们刚刚有用到广播 广播可不可以一次出两个声音 你要试试看 对不对 因为有可能可以 也有可能不行 有可能是硬体的限制 有时候是程式积木的限制 好 你试试看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讨论一下 好 好 那当然 这个QNO上面的风鸣器只有一个 那如果一定要可以的话 可不可以加另外一个风鸣器 可以 事实上你可以再去买另外一个风鸣器 把它加上去 我们刚刚看那个积木 积木有很多个脚位可以用 所以事实上你还可以加其他的喇叭上去 好 好 那这个就请各位试一下啰 好 那么请各位把你的 我们的那个 作业簿拿出来 翻到这个曼陀罗九宫格 曼陀罗九宫格这一张 空白的一张 那请你把风鸣器 可以做什么写在中间这一格 风鸣器可以做什么写在中间这一格 那这是回家作业 好 请你想一想 风鸣器的用途是发出声音 对不对 那所以它可以发出一般的声音 固定的声音 或者是不固定的声音 那不固定的声音呢 可以形成音阶 那就可以有音乐等等的 好 那声音可以用来做什么 好 请你回去探索一下 看看家里什么东西会发出声音 那个声音的作用是用来做什么的 请你把什么东西 用这个声音来做什么事写进去 好 那每一个格子写一个东西 然后你也可以想 除了这个你有观察到的 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 可能 你们家的电铃 按下去 就会 有小鸟叫 或者是有音乐弹出来 对不对 那个就是风鸣器可以做的事情 好 所以这可能就是其中一项 所以你就 画一个 电铃 然后画一只小鸟在叫 或者是直接用写的也可以 好 那请你想出八个 或者观察找出生活里面有的 八个可以使用风鸣器做的 那或者是说 你还没有看过 但是 你觉得风鸣器可以做这件事的 好 请你把它写或画进去 好 这我们下一次要教哦 你也可以跟同学讨论 你可以回家跟爸爸妈妈讨论 好 比如说 举个例子 好 比如说你上厕所 忘了冲水 那你离开厕所的时候 他就会 逼逼逼 就会叫你说 该要冲水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当做一个冲水警报器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好 自由想象 请你最少要找出八个 好 回家作业哦 要写哦 好 那我们下次就 上课前呢 我们就来讨 上课的时候 我们就来讨论 看看各位有没有什么创意的 东西 可以发明 或者是说 好 你观察家里的 学校的东西 观察入围 让我们平常 都没有发现的事情 被你观察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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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